如果评价花德在T联赛率对以胜起伏 勇夺垫底的成绩 他来西北还好死吗 啊就是花德呀 在这个台湾省联赛 目前是以胜起伏 就是开门红 当时打了一场漂亮仗 之后呢 就是每况愈下 日渐颓废 再找那时候我就讲了 花德这个人啊 他人品素长 有时候呢 往往是一眼从小看到老 之前科比布兰特跟他搭档的时候就发现了 这人就是个大男孩 即便说步入MBA职场多年 当初那会儿也被外界称呼为一具超级明星 但是始终长不大 心态这块永远都不成熟 在胡人时期你怕没发现呢 他自己口口声声 说什么这个啊 我很这个遗憾 当年跟科比合作大当那会儿没有珍惜 实质上再给他十次机会 他同样还会不珍惜 这就是花德本性难移 跟这个农媒大当那会儿呢 农媒其实这个人啊 我们看以往啊 他跟任何一个队友大当 哪怕当年诸货的敌 在农媒身边表现那么喇叩 进攻呢 那块基本上一无是处 场景呢 动辄一堵下来赛就十四五分 但农媒呢 当面也从来没有挑过诸货的敌的理 就哪怕说你是一个 攻强守弱的一个伪求型 但农媒呢 记在心里 但通常直接表达的话 也给对方留充分的面子 所以农媒不是一个 让对方下不来台啊 给对方来一个难砍呢 绝一个对头碗 农媒向来不这种人品风格 那你看他跟花德 互相之间争斗到 甚至要通过诉诸武力 去解决分整这个地步 那可见 花德之前嘴巴狼藉 已经把农媒 逼到什么境地了 农媒当时才会在场边 很意外的发作 甚至你看那一次发作之后呢 胡人团队内部几乎是集体晋升 没有几个替花德发声的 只是外界有一些不明就里 不解内情的站出来讲 说什么农媒不应该对待这么一个老将 但是如果说你为老不准的话 如果你年轻时期 在更一世之内 你就是个流氓 现在你只是流氓变老了 那你就不值得珍惜了吗 不值得年轻权尊重了 花德当时就是仰看农媒接了七十五大了 花德无论公开还是死下 没少甩难听可 农媒是一人再人 原本以为退步海阔天空 但是没有想到 发现退步 花德呢 仍然是咄咄相比 那算了 所以当时那伙农媒呢 实在是忍无可忍 无需再忍 当时就发作了 所以花德这个人 向来他不是一个合格的 更一世内部的好队友 现在到了台湾省联赛 不也同样如此吗 第一场比赛打得好 后续呢 刘兰望返于灯红酒绿子弟 不是正经打球去的 所以这个 后花德呀 看来呢 在台湾省这么一个 极低级别的联赛 他都打成这样 率领团队尚且无法取得成功 这个就可以解释 之间他跟农媒暴发那次矛盾 就能够合理的分析 为什么他将毕业无有利追子弟 看来这玩意都是有援引的 所以花德那就自己做的嘛 做到如今这一步 反正值得庆幸的是 没有来祸害西别球队 当时他没来西别 对于西别来讲 算是逃过一劫 要不然哪只球队引进他 哪只球队倒了血没 这是花德 没啥用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对于西别人的支持